在川普上台前后啊 媒体已经悄然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三个著名的左派媒体 一个是洛杉矶时报 洛杉矶时报 还有一个是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还有一个就是USA Today 今日美国 这三家著名的左媒都拒绝为贺锦丽背书 主要是因为啊 现在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信任度呢 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今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 公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跌到了史上最低 已经只剩下31% 换句话说 全国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媒体就是职业的骗子 所以媒体行业已经变成了全美国最不可信的行业 那么这种职业骗子如果是对任何人进行背书的话 其实并不会起到拉抬选情的作用 这一点贝索斯完全承认 贝索斯说我们对Kamala Harris的endorsement 并不能够起到任何改变选举结果的作用 而且他还非常清醒的讲了一句话 他说缺乏可信度并不是华盛顿邮报独有的 我们的兄弟报纸也有同样的问题 他说这不仅仅是媒体的问题 也是国家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向观众所传递的 并不是客观公正的报道 而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 在中国媒体是政府的喉舍 那么在美国其实媒体也变成了左派的喉舍 在川普胜选之后 CNN就是著名的左媒 解雇了数百名记者和主播 其中包括著名的主播Chris Wallace Chris Wallace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主持人 迈克华莱士的儿子 这个华莱士的儿子就是Chris Wallace 他后来就加入了Fox News 后来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 他作为总统辩论的moderator 就相当于总统辩论的一个提问的 和维持现场秩序的这么一个人 这么一个moderator 但是在川普和拜登当时辩论的时候 明显偏邦拜登 所以这个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 后来这个Chris Wallace 他其实一直利用他在媒体中的这种地位 就是经常阴阳川普 阴阳怪气的说川普 后来呢等到这个辩论结束之后 不久这个华莱士呢 就这个小华莱士 他呢就从福克斯新闻就辞职了 然后呢加入了CNN 那么现在呢他已经被CNN解雇了 当然CNN后来有一个声明说 他们没有解雇 这个华莱士是华莱士自己离职的 大概是说四天之前 华莱士自己离职的 但是我相信 就是实际上如果CNN想跟他续约的话 他没有理由不跟CNN续约 他也没有另谋高就嘛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辞职了呢 就是CNN本来想解雇他 为了他的面子 好 这个就 以这种辞职的方式让他离开 现在一些媒体和大的公司 也开始将现实低头了 根据报道 像IBM DISNEY COMCAST 还有探索频道 就Discovery 还有华达兄弟 等等一些 这个非常著名的大公司呢 在经过了一年对马斯克的这个平台 X平台 或者说推特这个平台的抵制之后呢 现在他们已经决定 继续在推特上投放广告 其实不投放也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左媒的这个收视率呢 实在是太低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左媒的收视率 大概可能比如说只有几十万 几十万的话 那可能就跟我们一个在油管上 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差不多了 是吧 而且他们的信誉越来越低 如果只有31%的人相信他们的话 那么他们在 这个就是跟别人谈广告的时候 那个广告商也会知道 我给你做广告的话 没有什么人信你 也没有什么人看你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作为那些想做广告的 他们就得找到一个可信的平台 所以大家知道 美国呀 它是一个信用社会 很多时候呢 信用 就是可以 不能说是拿信用换钱 信用的话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收益的 做自媒体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你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能够展现出你的这种人品 然后呢非常的真诚 大家很信任你的人品 那么当然你如果投放广告的话呢 效果就会好很多 我们知道美国三大电视台 就是ABC NBC和CBS 就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然后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那么这个ABC呢 这个三大左面ABC呢 也正在寻找保守的保守主义 这个就持有这种理念的主播 以平衡观点节目啊 这种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ABC 他们对川普的攻击是让人非常非常震惊的 就是重口一词的去攻击川普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MSNBC MSNBC呢 他的评分已经下降了50% 他的股东Comcast正在寻找买家 所以你看到就是几大左媒 ABC NBC CBS CBS是被川普起诉的 然后CNN和MSNBC现在都在遇到麻烦 美国媒体现在面临的困境啊 其实也是咎由自取 我们必须要讲美国社会的分裂 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 左派呢 这个号称是充满了爱和包容 但他们其实爱的对象是错的 他们爱的不是传统的价值啊 他们爱的不是神 他们经常爱的就是罪犯 然后呢 对他们进行放纵啊 进行溺爱 其实这样的方式啊 只会害了那些 呃 就是被溺爱的对象 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 就是在2020年时候 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弗洛伊德事件 就当时在Minnesota 有一个呃 喝醉了酒 然后呢 到这个商店去抢劫的人啊 结果后来这个警察来来 警察来之后的话 要把他抓走 然后呢 这个因为他是一个罪犯犯罪分子 所以警察就要压住他 然后等待这个后续的人过来一块把他带走 他呢 当时就说说我无法呼吸 我无法呼吸啊 然后的话他就死了 那他无法呼吸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当然在左媒的渲染中认为都是警察执法过渡啊 甚至当时把抓这个弗洛伊德罪犯的那个警察 最后还判了刑啊 还起诉 好像判了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实际上这个弗洛伊德 他是吸毒过量 就他吸毒的那个量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就已经是致命的 呃 我记得他是印假钞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他曾经抢劫过 然后呢 曾经拿枪指着孕妇的肚子什么之类的 就是干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吧 所以呢 他这样的一个犯罪分子 在警察执法的过程中啊 就是当他被杀的时候 竟然被美国的左派媒体描述成为一个英雄 就是民主党的这些 甚至在政坛中很有影响力的人啊 当众向这个在国会大厦里边啊 向当众啊 当着媒体的面向弗洛伊德下跪 感觉好像是说他们心中是充满了大爱 但他们爱的主要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人 而对于那些真正努力工作 为美国创造就业 为美帮助美国这个繁荣 然后坚持保守主义理念的人 左派是根本不爱的 左派对他们其实是恨之入骨 像伊隆马斯克就是这样的人吧 所以呢 实际上来说就是 美国社会现在的分裂啊 都是媒体在宣传的 他们对罪犯的爱 和对持保守主义理念的恨 在他们的媒体的报道中 是完全不加掩饰的 所以呢 就是现在有些媒体 现在可能大概醒过闷来了啊 准备有做出一些改变 但是坦率的说 还是有很多左媒是没有吸取教训 比如说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今天大纪元时报刊登那篇文章 就提到纽约时报 最近可能还要发表 后续的攻击神韵艺术团的文章 你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当中共这样一个邪教政权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时候 这个纽约时报拿着放大镜 千方百计的找 法轮功学员所创办的神韵艺术团 到底有哪些问题 他们对于整个中共这种群体灭绝 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完全视而不见 当在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之中间 他完全站在 这个就是跟 要为了达到这个迫害者 就中共邪教的目的 去挑这个神韵的 艺术团的一些问题 而且关键问题是 他的很多报道根本就是 充满了误导 充满了谎言 那么这种报道的话 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先行的结果 甚至可能背后还有中共的影子嘛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呢 现在对纽约时报呢 正在进行起诉啊 就是还有包括对CBS 和其他的媒体机构进行起诉 就是因为当时CBS在 就是我只举一个例子哈 CBS有一个节目叫60 Minutes 60分钟 这个60分钟在采访 Kamala Harris的时候 问Kamala Harris一些 很多非常基本的问题 但是哈里斯当时的表现呢 就是有点张口结舌啊 甚至不知道如何回答 结果呢 当然如果这么播出去的话 对于民主党的伤害会非常大 对于这个贺锦丽的伤害也会很大 所以呢 CBS就做了一个决定 对贺锦丽的这个采访进行了简介 把这60分钟的采访啊 简介成为一个十几分钟的精华版 就感觉好像他反应还挺快的 但是实际上呢 就他们有的时候把回答A问题的 那种挪到问了B问题之后啊 再把就是刚才的一段回答放到这来 他主要的目的啊 就是为了显得他好像回答的还比较relevant 因为有的时候他的回答 你完全不知所云啊 跟这个问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经过这样简介和美化之后呢 就感觉好像是 Kamala Harris的表现还是说的过去的哈 这个本身其实就已经是违反了一个媒体的 基本的道德 因为你第一没有尊重事实 第二呢你做的这种改变 其实是在误导你的观众啊 Mega的帽子啊 让美国变得更伟大 那么一个红色的帽子 结果呢就看到就是一些 就是黑人 这些黑人他们其实是属于犹太教的教徒啊 但是他们是相信这个犹太教的 但是黑人 他们呢就和这个Sanderman 就等于是他们推他呀 然后呢就是讲一些就是骂他的话 但是这个Sanderman当时一动没动啊 脸上始动带着这种微笑 一动也没有动 但是呢 这个媒体在报道的时候 所报道的那种就是拍摄的角度和媒体的解读呢 就好像是说他在有意的挑起冲突啊 然后让这些就是信犹太教的黑人非常的不满意啊 有意的制造冲突 所以就说说这个Mega这些人啊 他们是仇视黑人啊 然后呢仇视这个其他别的宗教什么之类的 就就搞了这么一个东西 结果后来这个CN呢 后来被Sanderman起诉 起诉之后呢 迫不得已啊 和Sanderman之间达成了和解 这个和解协议是赔偿两亿七千五百万美元 所以就CN以前干过这样的事情是被起诉过的啊 那现在川普呢 起诉纽约时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其他别的媒体 求偿是一百亿美元 我相信川普其实并不是为了钱啊 而是为了给这些媒体一个教训 这个呢 所以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媒体啊 现在左媒的这些帝国 在这样的起诉 在这个观众纷纷离去的时候啊 左媒的帝国其实正在崩塌 那么你要想挽救这个媒体呢 就只能够让媒体回到中立 在这样的一个被媒体撕裂的社会中 要想让这个社会愈合 真相才是真正的解药 但是呢 如果媒体中立的话 左派将很难再有掌权的机会啊 这就是现实 没有办法否定的现实 是